從柯批市長 第二屆當選 第二天 一直到現在我們開議 這整整九個月的時間 全省跑透透 炒主政黨 要不然呢 就是為了要準備 可能參選總統來做準備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完全看不到 我們柯市長 在市政府有任何的作為 埃北市政府 等於台灣民眾黨 所以我必須要講 如果這不叫公器私用 什麼叫做公器私用 我在這邊要求我們柯批市長 等一下一定要清楚的交代 說清楚講明白 否則接下來我們的市政報告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也要在這邊 我們也有幾句話 想對市長講 跟郭董一樣送你一盒月餅 這個月餅裡面也藏著 我們台北市民對你的期盼 這句話叫做什麼 台北的未來在手中 這個你2014的時候說過你不組黨 而且現在組了民眾黨 然後擔任了黨主席 未來有可能變成是郭辦的禁種 你要以台北市民為本 以台北市政為重 莫忘除衷 為國為民 所以呢 送上好台北市民對你的期許 月餅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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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的未來在手中 你也正前為了 台北未來在手中 民眾黨 公費黨用 黨務人員立刻退出市府 請蔡碧如顧問 今天市長你報告的時候就宣布他退出 辭職離職 第二個 蔡宜芳 社會局的機要 社會局的機要 跑到中南部去跟柯市長的行程 劉佳仁 升秘書 市府秘書 一個月升市府顧問 市府的顧問又跑到中南部去跟行程 哇 台北市政府管這麼大 那剛才議員問了幾個問題 我來說明一下 第一點 這個對於我們的一些公務員 包括政府官 我們原則上都會依法行政 該請假的一定會請假的 那我有跟他們講說 如果在時間上 不能處理 該遲的要遲 總統大選的問題 坦白講 這個就是一個 你們有時候有聽過說我要選總統 其實你們還是不太瞭解柯文哲 為什麼 這個 我每次講說 很少有那一種 看過這麼多生離死別人來當市長 這個推薦大家 那本《生死之間》 前半部可以看一看 那個蠻 我有很特殊的人生觀 其實大家都猜錯 大家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每個人都以後我一定會選 其實我從頭到尾就不想選 當然你要問說 那你都不想選 你這段時間放來放去在幹什麼 這個是這樣啦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學習的 一個很重要的學習 我來講這件事 這個時候我從頭到尾就不想選擇了 感谢观看